哈 你知道剛剛唱這個歌這樣 哈 那個是全場上外的人一起哈 謝謝台下的朋友們 讓我們趕快到我們就好了 也謝謝重陽和動力火車 讓我們可以聽到當啊 當那首歌響起的時候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些青春的婚姻 誰的青春也用一路重陽 八十四的青春創作生涯 邁入六十周年 八卦將集結攀岳雲 尹鎮陽 高盛美 李懿君 以及動力火車 連國際機也透過VCR 全部將轉成到場 六組人馬在台北小機站 辦演唱會 獻上當年火紅的戲劇 和電影主題曲 都市至少 讓我們紅塵桌板 我的小小傻傻傻 車馬奔騰動 全日是彷徨 美酒當歌 唱出情動喜悅 轟轟烈烈 把我青春年還 你知道剛剛他們唱這個歌這樣 哈 那個是全場上外的人一起哈 謝謝台下的朋友們 讓我們來當作吧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們唱過最多次的 應該就是他這首歌 謝謝窮達阿姨 我們有機會唱他的歌 至少讓我們紅起來 其實是這樣子說 那時候大家都看到 就像現在一樣 蔡宇啦 不知道我們是誰 可是有華麟姐 還有我們上華的許露雲 琦琴大哥這樣帶著我們 所以那個時候 還很多時候有跟你合唱 現在你才能再帶我唱這些 沒有 不要這樣說 雖然是真的 因為其實跟窮耀阿姨 合作的當這首歌之外 她再也沒有找我們了 所以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要找別人的歌 我們只有唱過這個 當這首歌 然後再加上我們跟華麟姐的合唱 Tone這首歌之外 我們好像 好像已經沒有別的歌了 就是窮耀阿姨的 所以這次我們會在演出的時候 唱剛剛講的這個前輩的歌 有三十首歌 三十首嗎 三四 原住民的音不好 沒辦法那個啦 我會有唱到鳳飛飛的 還有高齡風的 甚至鄧麗君的歌曲 對這些歌都是非常的俊勇 因為我唱的《極度夕陽紅》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電視劇的歌曲 一定會唱的 熊耀阿姨說要做演唱會 我一開始以為是那個詐騙子 因為其實我接過很多次的樣約 都說阿姨要做演唱會 可是從來都沒有辦哲課 我都覺得蠻訝異的 就是真的阿姨願意做演唱會嗎 因為到時候熊耀阿姨會出 上海嗎 會上海嗎 現在這部分 就有都有在跟熊耀阿姨在旁邊 要看她當天的整個狀態 但她很關心這場戲唱會 所以說好久不見了高聖美 54歲 依然超動靈 今天她把重心轉往大陸 已經小有成績 我一直都在大陸 我現在最近也在做抖音 已經有半年了 那時候海不到兩個月 我的粉絲就已經漲到快200了 那有粉絲大手筆抖內 有 他們都送好多禮物 送的超級女生多了 因為我的粉絲基本上都是 80%都是男生 旁邊祝福千萬不能有男生 那他們會吃醋了 對